嗨大家好 這次參加一日團準備去看學 這部影片一共會分為兩集 這集將帶大家去看位在阿拉公的一座城堡 Castillo de Mola de Rubieros 從瓦倫西亞市中心出發到城堡 大約是一個半至兩個小時的距離 在車上的時候導遊就會每個人發一條螢光手環 以方便辯論團圓 有五小充堡 二小充堡 而是那麼多二小充堡 除非三大充堡 即是說三小充堡 要參加四小充堡 只要五小充堡 三小充堡 謝謝 請記得 請請你購買到啟桌 請來就據及鑄 本地是一個人 promotions 有些下延 以住愛開店 還要吃 可以買了 不便 这些食物比Baldolinaris更便宜 有一个折扣 如果需要买水或其他 很多人都会买薯片 然后帮它 我告诉你 特别是因为没有准备 因为Baldolinaris只有三个 终于抵达城保卫在的小镇 然后也去了面包店 买了一个小面包 从面包店出来 还运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讨食物 这个城堡呢 团员们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入内参观 门票则是令计 一般游客收费为5欧 12人以上的团体票则为每人3欧 这个十字孔是当时用来射箭 以达成防御密地的哟 那接下来就让我来好好的 替大家解说一下这座城堡咯 这座城堡最古老可追溯至 1998年已经超过了800多年 还依旧稳固的处立在这里呢 通过门口进来会看见一个大广场 这个大广场就是当时的阅兵场 再来这个小空间是Matakan 在15世纪的西班牙城堡中很少可以被看到 是具有防御装饰的特征 这里则是炮击式 并且摆放着中式计时的一些武器 不专业翻译举弱 爱感觉栩栩如生超越了存在 意义太深无法理解 这个居然是以前的毛测 上完就直接排出去了 以前外面有护城河现在看不到了 这个昏暗的空间为马厩 它曾经作为地区的监狱 现在则是展览工程武器 以及中世纪营地的娱乐设施 中世纪营地的娱乐设计 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 温暖的鲜 10分钟 我用这些给云南鲜的娱乐设计 在那边吃的鲜 这样吃的鲜 用来吃的鲜 鱼鱼 在这座城堡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式计时的武器 是不是非常触目惊心呢 这里则是文件档案室 城堡里的楼梯都是这种旋转式无把手的 因此在走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这个居然是火焰喷射器 这个空间呢 为Fernandes de Heredia家族的主卧室 没错就是这座城堡的主人啦 来 大家来猜猜看这个空间是什么 答案在下方的留言处 接下来来到二楼啦 今天的天气真的蛮优质的 这个就是以前他们那个断人头的机器 头跟手放在那里 然后这样刀片咻下来头就断掉了 旁边这个也是行凶器 犯人坐在这里 然后转动这个 这个是以前皇宫贵族们出门食用的堂椅 下来这个空间是地下室 主要是用来储存食物武器和一些补给品的 那一共有两层 这座城堡不仅被用来当作过防御堡垒 也曾经是修道院监狱和军营 在西班牙内战时也留下了不少子弹的痕迹 最终在1972年时 由建筑师安东尼奥开始修复工程 我们才得以窥具有哥德式风格 及阿拉贡南部最具纪念意义的堡垒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